在我们的责任的调查的部分 我不会回避我们责任 新闻局宣布封物消防两位局长请辞获准 这个旁贷 这个我也很自责 所以在陈冲城事件之后 有46个受难的家属 我现在是一一的到他家里面坐坐 坐坐 拒绝 陈吉麦市长 你过去说九条人命怎么会没有情绪 我是高雄市议员我第一届 46条人命我不会没有情绪 当年胡志强市长 他说看到这么多人命的死伤相当自责 甚至一度想要自残 不吃不睡 伤害自己身体健康 我相信每位市长遇到这种城市的悲剧 一定很难过 可是当时的民进党的议员是怎么样对你的 对胡志强 我们真的对你算客气 现任立委何欣纯 市长吃不下饭吗 是议会的便当太差吗 这种自残 真的是闹天下的大笑话 你要先停职 接受监察院调查 才有气魄 遇到事情 像个软角虾 叫几个替死鬼下台 是余文翻版 要求他下台负责 原文照念 原文照翻 何欣纯 台中市议员 他做不对吗 民进党当时 怎么要求胡志强市长的 今天 我们不要去谈那些有的没有的 就一句话 我拿陈其迈立委的标准 要求陈其迈市长 就这么简单 这不是政治 这不是蓝绿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有气魄一点 外面有一群高雄市民 不分蓝绿都是你的市民 等一下请市长出去 面对 接受他们的陈情 不要逃避变成软脚虾 长 你是好命 你一路从政 40岁做代理高雄市长 过去光辉岁月 当然你有跌过胶 你父亲的事情 你说你死了一遍 但是我看过 你一路的从政 非常非常的辉煌 非常非常的幸运 你父亲栽培你 蔡英文栽培你 陈水扁栽培你 民进党栽培你 现在大家捧你 谁会告诉你的真相 谁会告诉你 你的岁月尽好 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而行 我上次总质询 我就告诉过你了 做人要谦卑感恩 这是我父亲从小教导我的 这句话 我在民进党 所有的官员面前 我都感觉不到 苏贞昌也告诉过你 这一辈子讲过的话 都会被检验 所以他是骗神明的 所以市长 政治是会被随时检视的 我很年轻 我犯过错 我参选的时候 我犯过错 我讲错话 我出来道歉 可是民进党 是怎么样子 糟蹋人的 事实证明 陈世忠议员的 咨询证明 高流的 咨询率只有14啊 他目前照商率只有14%啊 你的光辉岁月 跟我们议员想要提醒你 招商 跟你的城市规划 其实出了很大的问题 过去 牛的时候 你说瘦肉精那天 进口那天 就是总统下台的时候 结果 今天 你又说 时空背景不同 我告诉你 我反的是莱克多巴胺 如果你要进来牛 我支持你 我要我孩子 安全健康长大 等一下 我会告诉你 高雄的孩子 多么的不安 这是你的责任 你不要旁边 都是一群人 在告诉你 高雄光辉的未来 高雄百年的光辉 而忽略了 小老百姓所需要的 以公投绑大选 那听得实在是好笑 那也觉得说 国民党从过去2003年 在审议公投法的过程里头 一直以 所谓的公投绑大选 四个字 视为毒蛇猛射 朱布施说 全世界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公投案的一个举行 全部几乎都是跟 大选 一起来举行 过去 为民 争议 争议的意的 陈其脉立委不见了 从城我很伤心 因为我是社工出身 那 我认为陈中城有四个责任 政治责任 行政责任 法律责任 道义责任 也是所谓的道德责任 四个责任 市政府都没有做到 没有道义责任 陈中城的记者会 你凭什么不到 市长 你凭什么不到 你坐在那边听也好 坐在那边谦卑反省也好 你听你局处的书师 从中检讨改进 这不是才是让一个城市正向发展的一个状况吗 我是你 或是我是你的木梁 我会请你会道 这叫道义责任 你没有进到 而且 主张不到的那位周律师 他本身 跟你们民进党渊源甚深 他也是港务中心的 港务公司的监察人 也就是未来要进来 都发局长吴文彦 他是做总经理 都是你们民进党的 弃居宝帅 断尾求生 谁可以告诉陈其迈市长 面对过去的缺失 好好的检视反省 让高雄真正的光荣 真正的伟大 民党人不会告诉你的 你旁边那位史大副市长 更不会告诉你 市长他在害你的 我等一下告诉你 我研读起来 有几个心得 跟你报告 第一个 我觉得像是律师写的答辩书 把一线人员当垫背 所以消防局长 公务局长 你们辛苦了 我跟你讲 我看完了调查报告 我不做公务人员 因为我公务人员依法行政 当然我有些没有做到的地方 我应该去检查 额位检查 但是你调查报告 一直告诉我要突破法令的限制 有的时候 第一线的公务人员 他们要如何去判断 所以我们要从法规面去检视 给他们一些 可以突破限制的公权力 可是我很难过的是 马上 公务消防 还有很多一线的同仁 马上 就被当垫背的 那他主要原因 千错万错 都是别人的错 就像你说 千错万错都是马英九的错 你把自己 回到 你讨厌的那样的政治人物的状况了 市长 你认为 有人纵火 没有成立 没有主动公安申报 没有成立管委会 治疗的原因装的错 因为法令制度不完善 都不是我公司政府的错 那我哪些行政书师 都是基层第一线执行人员的错 千错万错 都不是我成绩卖的错 也不是我督导 这些公务端位的 副市长的错 这样 你比不上陈局副市长 陈局副市长 在气包 陈局市长 他在气包完的时候 马上一位副市长下台 几位局长 共同承担 你比不上他们 行政书师 你整理出来 第一个 你没有积极辅导 没有公告 15层楼以上的公安申报 这个营建署 其实有把法规 要求地方政府去制定 可是我们没有制定 然后我们没有积极辅导 他们成立管委会 我行政单位横向联系不足 千错万错 都是你们这些基层的错 所以什么叫做政治导向 你才是最政治导向的一个市长呢 我觉得最奇怪的一点是 我跑去问一些技术鉴定的委员 我为了今天总质询 我准备很久 他认为行政跟技术责任的鉴定 要合而为之 不要分离 所以当时胡志强 早上议员讲得很好 就是我们先鉴定 行政责任跟技术责任 我们再来判断 那这段期间怎么样 陈其迈立委也提示了 你就先停职自行调查 这点都可以做 但是我没有看到你们任何积极的作为 我想 邱医院的心情应该跟我一样 这个市民的没有照顾好 这个是我这屋旁贷 这个我也很自责 所以在 这个 陈中城事件之后 有46个受难的家属 我现在是一一的 到他家里面做作 看他 你要怎么负你的政治责任 那这个是我这屋旁贷 我应该要负起的责任 那更重要 我们当然也要很诚实的来面对问题 毕竟 在整个公安或者是消防 这个过去到现在 那有一些不管是在执行上 没有落实 或者是在制度上有所缺漏 那这个都是 我作为政府部门 我是 大家长 发生这种事情 是我们觉得真的是 非常的遗憾 那我也感到非常深切的自责 就成如刚刚邱医院所特别提到 那同样的待念同案也是一样 我们都会面临到一个困难 就是说 那已经有像某一个托儿所 他已经有一个 不止一个保姆发生问题 那负责的人 当然要负起管理的责任 所以对于孽童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去容忍说 有任何一个我们的小朋友 没有受到好的一个对待 我想邱医院你的心情跟我一样 所以不管以后的查核频率 或者是在整个制度上 等等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全面的来加强 来落实 来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照顾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